把时间交给会员 没有错我们要看到 这个是美国延烧多日的 这个全美大学 声援巴勒斯坦 同时反战的这个抗议潮 可以说是越演越烈 而且是已经有看到 警方冲进校园里面 动用闪光弹来驱逐的学生 还有包括一些 可能是来自于校外的抗议人士 那同时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那在西岸的话 就是以UCLA这两个一东一西 作为中心来向周边的地区辐射 所以现在其实在东西两岸 在美东美西 还是有很多的大学 他们来再进行抗议的 那么拜登他们到底对于 这一次学生他的看法 到底是什么 学生们的抗议的诉求 有没有可能会影响 政府的政策立场转弯呢 来听一下拜登怎么说 所以等一下 intentionally tomar Bella 跟香港人接受 gives 尾文 Polystal两岸 这十票两岸 是于林寸的 是对藉手 坏里面 It's against the law, vandalism, trespassing, breaking windows, shutting down campuses, forcing the cancellation of classes and graduations, none of this is a peaceful protest. Threatening people, intimidating people, instilling fear in people is not peaceful protest. It's against the law. Mr. President, have the protest forced you to reconsider any of the policies with regard to the region? No, thank you. Mr. President, do you think the National Guard should intervene? No. Mr. President, do you think the National Guard should intervene? 好 可以看到拜登非常清楚的說了 其實他把這些行為定義是成暴力的抗議行為 如果是這種暴力的行為就是不受任何的保障的 只有和平抗議才可以 因此他其實對這些示威的學生以及抗議人士說的是 你們可以和平的抗議但是不可以制造混亂 這個踩到政府的底線所以他會出手 另外就是看到說其實有記者媒體問說 需不需要认同 这个州长可以动用 国民兵进到校园 来清除这些 所谓示威者扎营的帐篷 还有他们在现场 所贴的任何标语 清场呢 那么拜登他也是表达不同意的 不过可以看到 拜登这一次 其实已经算是拖了蛮久 才出来面对这样子的学潮诉求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回答是说 政府不会改变声援 力挺以色列的立场 可以看到说这一波的抗议 感觉学生是徒劳无功 完全没有达成任何的成果 而且拜登的政府立场 还是踩得很强硬 那这样子的应对 可以说是让美国的年轻人 尤其是对民主党的支持群众 是感到相当的失望 因为民主党向来 有一部分的铁票舱 就是来自于年轻人的 那么这个是他们很有利于 共和党的地方 那这一次可以看到 在大选年就发生 这样的学潮抗议的时候 拜登不再是拖了很久 才出来回应 那么接下来就是立场 也非常的强硬 而且感觉都没有 倾听到学生们的声音 所以这有可能导致 他在11月大选的时候 会被年轻族群所遗弃 那么根据有 宾州大学的教授分析 他认为说 像是这些学生们 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投 共和党的人 但是对于民主党的问题是说 这些学生就根本 就不出来投票了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会拿不到任何的票 这有可能对于拜登的选行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另外就是看到说 其实这样子现在的抗议 有点像是在反映历史 因为在1968年的时候 也就是56年前 当时是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同样是从这边开始 来发起反越战的抗议 当时拜登才25岁而已 他是在纽约的雪城大学 念书的学生 他当时就很不认同 这些示威者的理念 还有观点 所以还就是冷眼旁观 他现在整个误患心仪 已经到56年后 他已经当上美国总统 同样遇到是从哥伦比亚大学 开始延烧的反战抗议的时候 他的立场 现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但可能也会让他 在今年的选行相当不利 不过我们另外也要关心的 还有澳洲昆士兰州 警方发布了一起 失踪人口的协巡资讯 说是一名25岁住在布里斯本的 台湾女子下落不明 而后续状况如何 继续交给会员来说明 好 这个就是要关心 我们国人在海外的安全了 这个是由澳洲昆士兰警方 日前有发布一则 协巡的启示 就是一名台湾的25岁女学生 她是在布里斯本念语言学校的 那么这名女子 从4月30号晚间开始 就没有再跟她的家人 有联系过了 那当然妈妈很紧张 就找上了当地的警方帮忙 所以澳洲昆士兰的警方 才赶快在网站上 发布了这个寻人启示 那也列出了她的特征 包含是说她的中文的姓名 另外还有呢 就是她大约是160公分高 身材是很苗条 那身型特征有哪些等等的 希望能够透过当地的民众 来发现她的下落 那么还好呢 是在这个最新的进展 是说澳洲警方 已经平安找到人了 不过从她失联的这个日期来看 应该是有失踪三天的时间 那这三天她去了哪里呢 怎么没有跟家人联络 这个是警方还要在厘清的地方 不过还好 就是她现在已经平安的被找到了 不过之所以这件事情 会引发各界紧张 就是因为根据澳洲当地的一个华人媒体 今日悉尼的报道 其实当地有非常多的华裔女生 突然之间就和家里失联这样的状况 那很多都是大陆的女学生 那很多都是很年轻 大概才二十几岁而已 那甚至呢 还有说跟家里拿了钱 要在澳洲买房子的 但是之后拿了钱就没有下文了 现在家人很担心 可能是遇上了电信诈骗 所以这样的案件 也会引发当地社群的惊慌 好 我们今天谢谢惠云 带来最新的国际消息 谢谢 持续把这个镜头转到台湾里面 这是新的诈骗手法吗 因为有民众目击到 一名男子过马路的时候 走路一拐一拐的 不过突然 这一拐的东西 谢谢大家